同事操歌 出处 春秋 左秋明 左传 和南朝宋 范叶 后汉书 正旋传 是意 同事 自己人 操 拿起 歌 古代的兵器 自家人动刀枪 比喻兄弟自相残杀 犯指内部斗争 历史典故 春秋时期 郑国大夫徐吴范的妹妹徐吴氏 长得特别漂亮 人见人爱 夏大夫公孙楚和上大夫公孙黑见过她之后 都想娶她为妻 夏大夫公孙楚送了聘礼 定为未婚妻 上大夫公孙黑倾慕徐吴氏的容貌 也送来礼物强作婚约 公孙楚与公孙黑都是贵族 而且是堂兄弟 徐吴范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得去请教执政子产 子产听了徐吴范的讲述后 说 因为国家政治不清明 所以才会出现两个大夫争夺欺世的事情 这不是你的过错 还是让你的妹妹自己做决定吧 徐吴范让二人分别来求亲 公孙黑穿着华丽的服装 将聘礼置于堂上 公孙楚穿着军服 在院中射箭 接着跳到车上离去 他没有再送礼 因为之前他已给过聘礼 认为不需要另送 徐吴范在屋内认真地观看了两位大夫的行动 选择了自己的情人 他认为公孙黑确实漂亮 但不能做自己的丈夫 而公孙楚表现出了男子气概 决定嫁给他 他的哥哥尊重他的意见 徐吴范遂同公孙楚结为抗力 但这件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失败的公孙黑很不甘心 一气之下 全副武装闯入公孙楚的家中 声称要杀死自己的堂哥 以夺取虚无事 公孙楚听了他的话也不甘示弱 执起武器与公孙黑打斗起来 结果在打斗中 公孙黑不幸被击伤 成长心语 如公孙黑与公孙楚这般同事操歌的事件 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或为名利 或为美女 或为权势 无论是为了什么 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 直到今天他还在上演 其实 家不但是可以躲避风雨的港湾 还是你茁壮成长的土壤 兄弟姐妹间虽然免不了争吵 但毕竟是孩童往事 最终不会妨碍血浓与水的亲情发展 放眼今天社会 有许多家族企业 皆由兄弟姐妹携手合作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联手经营 相互激励 共度难关 最终成就一方大业 而受人敬目 所以 兄弟之间一定要互相帮助和扶持 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成长 进步 成就事业 QU 顶格 息娘学乖 pois人敬目 각水症非常地愿 Gleich受终点下廃 等过好